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应该如何降低于解决可能发生的争议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国家政策研究经议会 高级助理研究员曾志超 曾研究员来分说明 研究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研究员两岸服贸协议 引发了台湾各界对经贸自由化 还有两岸经营未来发展的许多讨论 那您可以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还有大陆的经济 各自发展有哪些重要性和影响呢 要先分析一下 这次签订的背景 大家都认为说我们是大陆的一方的让利 所以它这个结果是他们有一个统战的考量在里面 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如此 这几年大陆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它都是以出口带动成长这个模式 但是在这几年的话 已经发生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的经济成长出口 PMI都已经呈现恶化一个趋势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他们没有办法再用过去的这个出口带动的这个模式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转向经济转型 也就是开始发展内需产业的方向 然后台湾刚好就是在这方面的服务业是特别的发达 而且它创新能特别强 它想要透过这个台湾的这一些过去成长的经验的话 来提升这个大陆的服务业的水准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是属于一个两方都是双赢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再提示看它开放的这个项目来讲的话 大陆所对我们开放的80个项目里面 全部都是超过那个WTO的承诺 这个在大陆来讲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我们所对他们开放的64项里面 只有37项是属于新增的 而且它那个项目其实都是非常的小 对我们的那个冲击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它这个对我们的好处是大很多的 那对于我们台湾想要前进行大陆发展的业者 有何影响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落实这个服务的话 我们能够比其他国家 享有这个先战先影的优势 也就是说比其他国家 更早进入大陆的市场 因为大陆的那个服务业市场里面 大部分都是属于封闭的 并不对外开放的 那我们可以享受超过那个WTO的那个承诺 享有这个更高比例 以及说在扩大整个业务的范围里面 有得到更好的好处 来够掌握大陆的这个市场 如果说我们再晚几年过去的话 等到它对全世界各国都开放的时候 我们再进去就已经来不及了 福远 不过这次这个两岸主贸协议 还是引发了台湾内部的一些反弹的声浪 也引发了这次太阳花的反服贸抗争 这背后的原因包括哪些呢 基本上我认为说是有三个原因 就是说他们所主张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属于这个黑箱作业的情况 也就是说政府跟大陆的谈判里面 是他们自己单方面决定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全世界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里面 没有人会先把他的那个底牌献出来 也就是说我不能让对方说 我最近要开放或者是我要 争取到什么样的这个市场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 政府实际上它是透过比较小型的 以及说在私底下的这个方面 跟业者的那个讨论 或许做得不够好 但是绝对不能把他冠以说 完全是一个黑箱作业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反部澳人第二个理由 就是他这一次的服贸的话 会伤害国家的利益 但是这听起来他们的主张 也是一些事实而非的理由 比如说他提到的一些 这次开放的话 可能就会有500多万的大陆老公来台湾 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开放大陆老公 来台湾工作 另外他还提到说 我们可能有投资移民 那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开放投资移民 另外他也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因为开放服贸的时候 会牺牲我们的言论自由 但是开放印刷业 跟这个实在是没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他只能印书 跟他能够做什么 这是两回事 这怎么可以跟他扯上关系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反对实力 他都是用这个 事实而非的理由来去反对 那第三个我就认为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服贸 而是他们都是针对特定的点在反对 那我们看就是目前 台湾跟中国大陆外产经贸协议的进展 大家都很关心未来可能一些变化 那您认为台湾应该如何降低 以解决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争议 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服贸这个议题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从整体来讲的话 它对台湾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性 最主要根源在于说 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特殊的政治关系 或者是两岸关系是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反对党几乎都是逢中必反的 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不管推动对台湾哪些协议的话 可能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反弹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未来在有这些方面的协议的时候 应该要做到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应该透过新型媒体来强化宣传 那过去虽然政府 他已经主张说 他已经办了许多的公听会以及座谈会 但是他们的这个形式都太过于流于形式 就好像在做政策说明会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他们这些反对者 他却利用这个新型媒体的那个快速渲染 虽然他讲的话 有些是视视而非的那些主张 但是他们透过这个网络的这个媒体的话 大量传送这些反弗贸的主张的话 就很快就偏提开华道 影响到这个很多国人的这些看法 所以像他们这次很多人 就会看网络上一些懒人包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加强这个部分呢 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政府非常大的警示 就是说我们政府也可以做这方面的方式去做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善用网络的管道 用显显易懂的方式去表达政府的主张 而且能够及时去汇集网络的意见 拉近一个民众的距离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他的方式来学习 比如说像Facebook这些社群网站 以及说是PTT 以及一些论坛的方式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因为除了在网络上跟加上宣传部分的话 还有什么其他作为 另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好方法就是 透过正反双方的公开辩论的方式 因为你透过辩论的话 才能够把焦点聚焦 不然到现在的话 支持人他一直讲支持的好处 反对的他一直讲说他可能有些危害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焦点集中的话 让他各自表达他的立场 能够激化各种不同的声音出来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更容易台面化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里面 他也有对于福茂 有一些正反意见的分杂的情况在里面 如果说他们的党主席能够出来 跟政府比如说总统或者是行政院长 有个公开辩论的话 他们要被迫提出一个他们的主张 跟他们的路线 本来在去年9月的时候 马总统要跟苏正常主席进行这个福茂辩论 后来也是因故取消 这是非常可惜 如果当初这个辩论有成型的话 或许后续的这些不会再发生 而且透过辩论 可以让民众更了解 其中的一些正反的意见 来做更好的判断 对于福茂还有相关的一些经贸自由协议 对台湾的影响也可以更容易掌握 研究我们另外看到 这个两岸监督条例 未来将会在立法院进行工坊 您觉得这个条例 在一些原则上跟实物面上 我们要考量到哪些部分呢 因为这次的管福茂的运动 让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能够台面化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把两岸协议的这个讨论 给它台面化 然后让这些有一定的监督的程序 而且让大众能够参与 而且提高了这些国家安全的这些评估 以及立法院的监督方式的话 都让这些整个制度化 也是一不错的一个方向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便引进了这个四阶段对外沟通咨询 以及两阶段的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制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 我们就是说我们只要是 以后未来涉及两岸的这个协议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遵从 这个四阶段以及两阶段的这个要求 这个是在台湾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 签订条例从来没看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让审查更为严格 而且更为透明 让这个监督议制更完整 那这次除了这些制度之外 然后民间也提出了一个民间版 他们从国际的立法力里面 提到一些观点 也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我想这个可能是未来 在立法院通过的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可以分析几个论点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民间版里面 把两岸定位成这个国与国的关系 但是这个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因为两岸能够在一个 同样台面上面讨论就是因为基于九二公司 你如果把这个定位成国与国关系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都不用再谈了 另外在民间版里面又提出了 引进这个韩国通商条约 以及美国快速授权制度 这两个立法力的那个精神 然后这个方面 其实他们已经都误解了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制度 其实跟我们宪政体制 以及我国的那个规范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根本不太适合我国的那个规定 我举韩国通商条约的这个内容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 韩国通商条约的立结法 他只适用在这个通商条约里面 但是我们这个民间版 他竟然把它扩大了解读 变成说所有的两岸协议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适用在里面的话 那这个会有一大的一个冲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韩国里面 他虽然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但是他并没有说 国会可以针对我们所制定的这些内容 来作与修正以及附加条款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 他竟然加入了高的限制 变成说以后如果说行政机关去谈判的时候 就会被绑手绑脚的 那这方面都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 在美国快速授权的制度里面 很多人都是引用这个部分来 认为说我们以后的两岸的这个协议 也是可以采用他这个制度 那实际上也跟那个事实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快速授权制度 是美国国会是透过立法方式授权总统 去就特定的贸易以及关税的减让 来进行这个协议的签署 但是我们竟然民间版把他认为说 他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授予国会 所以说国会也可以提出修正意见 以及负债条款以及保留的这些规定 这个都跟美国实际的那个内容 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而且他如果说三分之二的立法院通过的话 还可以修改整个协议的内容 这个就已经完全脱离了他本身的精神 在五权分立的这个制度里面 已经发生了这个立法权去侵犯到行政权的这个要求 所以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全部都硬要上去的话 看着以后两岸协议都不用谈了 两岸监督的协议的制度化 而且同时在这个执行上是务实可行的 也同时透过宣传还有公开的辩论 让更多民众了解两岸协议 对我们台湾的相关影响还有好处来做判断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国家政策研究机会 高级救援研究员 曾超 曾经救援 针对相关一体 我们做想见分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